最近咱们战友在国内被核查出来以后 各种经验就能发现 不能提七哥 郭文贵这仨字 简直是他们不敢提 谁不敢提 一提就吓死他 内部发文也不能提 啥也不能说 某个战友说 他旁边办案主的人 说到我的时候 就是那个人 还有这个姓郭的那小子 爆头 爆料的头 反党的头 就是说的是我 就吓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 这就是看到美国 他们不想让美国人知道 七哥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大的威胁 他不想让美国和西方世界知道 我们已经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甚至给我们增加西方的政治分量 战友们申请政治批库过得更快 而且不管如何 共产党内部 无人不知道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包括七哥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战友们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名声 为什么 狠狠地向我们成功啊 在这个宁夏某个战友被抓了 出来之后 出来被关的地方 到旁边 就是啥都没了 出来说 走吧 抱着手机 手机也没电了 出来门口的时候 就走到旁边 说我这因为啥啥被在旁边 你们都知道这看出所 把我关在这了 我手机也没电了 接你们电话 打电话接一点 他说你说啥 什么被抓的 爆料革命 郭文贵 关多少天啊 哥们说关了两三周 进屋 洗澡 吃饭 啥别说啊 我开车送你回家 在路上告诉他 我是2017年就跟着七哥 感动坏了这个战友 然后呢 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 这位战友说 我在这个地方接出去的 看到的 因为爆料革命被抓的 他说最起码几十个 所以战友们 你在内部人你要知道啊 支持爆料革命 支持新中国联邦 你要安全 不要无谓的被抓 你要学会 要保护自己 要有基本的常识 所有人被抓都是电脑和手机上网出了问题 然后有部分人是九指腰 这个路大脑的这个孙子给他供出去 要不然没有任何事 这些人绝大多数战友都挺得住 都是英雄 展示了中国人的本质 不像共产党的那种口炮的 战友们都很挺得住 这也是七哥发自内心的 觉得爆料革命跟战友们很直 直给你们 所以说七哥越战越勇 越战越快乐